贯穿草屯镇北市与中原里的永安路 是一条衔接国道六号 也是地方十分重要的联络道路 而仰赖这条道路出入的民众不止当地居民 更还有运输业 不管是砂石车、大货车、游览车等等 因为大型运输工具重量非常重 长期以来早就造成各路口低级下线 这条永安路是要通过国道六号 在我们南部这方面相当或是我们中了人 要像葛萨公路最方便的地方 这条路也是山椒这些地方特别座的地方 所以这条路已经山椒这些高到很多路都很差 这处我们管府特别来发报 做到很多路段辣的部分都来整修起来 这也是我最关心的道路 而在县长与县府相关单位会康过后 现在施工单位也正如火如土地施作改善工程 而施作改善工程的工法虽然比较麻烦 但是完工后会让路面寿命延长 不会再造成地级下线 甚至危害到用路人安全 他现在设计是用白天空三十千架的水泥楼面 天空白山沿的 这种路做之后 这叫钢筋路面 这包起来很好的 在这里也感谢我们管政府 这种庸心关心关心关心要把它收起来 因为这条路还有很多路段需要做的 是不是路这些吗 来做做的 让我们地形的建设更好 也基台说我们敲车的部分 这些市区民友尽量不要敲车 我们的路不要搞黑 让我们的出入更方便更好 永安路贯穿北市与中原里 是地方民众出路相当频繁的道路 但在改善之前道路凹凸不平 严重影响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而现在施工单位正在改善路面 双向道路都占据了外线道 也请路过的驾驶能够泛慢速度 小心行驶 接着六声草屯采访报道